謝謝大家 也謝謝朋友介紹 那我想我把時間大概開講底下 大概讓整個program多準時 大概12分鐘左右 就像幾位前面講 我們希望樂台要有一個方法是貫穿的 剛好我們有機會接觸這個 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 那一句故裡面跟幾位同仁討論 大家也覺得這個值得很好 國際上也可以接受 而且是變成一個主流的方向 所以我想在我們今天研討會之前 我用十來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Learning Health System 特別是它跟最近很熱門的 Precision balancing之間怎麼結合 然後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 為我們那個Healthcare System 做得更有效 那這是我今天的目的 好 2013年的時候 IOM 美國Earthcare System 有一個出版品 那這個想叫做 Less care at lower cost 聽起來好像是很矛盾的事情 就是說現在的醫療的技術 care越來越發達 越精密 可是費用卻越來越高 那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美國的IOM Earthcare System 他們有很多的討論 那出了一個政策來提出 那它基本上就是說 希望長期的 持續的從透過數據去學習 去改進這個醫療的一個系統 所以Learning Health System 是希望建構一個 platform to support complete and continuous learning cycle 好 那這個cycle呢 應該分做兩個部分 OK 一個就是簡單的說 就是D to K Data to Knowledge 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 左半部 那通常我們做研究的很多學術學 就是說 我們蒐集很多實驗的數據 社會的數據 醫療的數據 去發表一個論文 所以通常就是一個publication 那為了改進這個整個系統 其實很重要就是 右半部 紅色的部分就是KUP Knowledge to Practice 所以我這段時代 是我跟Mission大學的 Department of Learning Health System 他們是獨一無二 非常強的一個部門 那他們跟我分享 一起學習的 所以那個Professor Chuck Freeman 它是一個簡單的話 就是希望透過D to K plus K to P 然後變成一個Beta Claps 那Chopman呢 它是Freeman 它是一個IT的專家 是MIT有的專家 所以我們過去呢 有很多資訊IT的方法學 是能夠extract這個Data 然後 generate一個knowledge 那比較欠缺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從knowledge 去變成一個Practice 那我們其實台灣 在這方面是很驕傲的 我們早期從異型肝炎 疫苗施打到最後的防治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那在國務院荷曼的院士 從抗生素抗腰性 然後產生它知道說什麼問題 然後再做一個Practice 那核院士生前一直很遺憾 就是其實這個cycle 一定要continuous 那很高興 那個張院士也在這邊 就是說 像我們低肝施打疫苗之後 這個cycle趨勢還是要持續去學習 那就是整個這個人民health 我們希望用這個方法學 能夠貫穿我們將來 整個這個論盤的一個運作 那我10月10號的時候 我就去Michelin大學跟他們交流 我們現在是一個長期合作的一個關係 那負責這個計畫的就是 Evan Freeman 是這個Freeman 下面一個執行跟台灣合作的這個團隊 那他有一張新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會一起把這個架構做起來 那在這個新的架構裡面就是 也許會有機會再解釋 它就我們把它想像是一個知識 變成一個Library 這個Library裡面有很多書 那在這個數據化的世界裡面 叫做Digital Object Digital Knowledge Object DKO 那這個DKO 那是它有一個資訊的一個原件 就是它可以接受外面的資料 它可以運算 然後可以做出一個結論出來 那簡單的說 這個就是變成一個computable 的health information 或是health knowledge 就是跟醫療健康相關的資訊 它是可以運算 那在這個圖書館裡面 公眾圖書館裡面 那它現在正要開發的就是說 各種不同的知識 譬如說大腸癌 我最近在想 是不是可以我把我研究進去 大腸癌第四級 軟移之後 那對病人 對醫生 對家屬 他想要知道的這個knowledge是什麼 我們民眾很容易去上網去查 那是不是可以比較可靠的 而且是經過學術驗證的這個知識 或者是給一個小小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這個IT方面 他們要改進的是說 是不是專家可以把這些書借回家 擺到自己的書架上面 重新再去整理 那這個部分就有很多的這個IT的這個 方法學在正在開發中 對著基本的架構是在這邊 那它還不是非常完善 可是它也是一個基本的一個想法 那Alan也跟我分享 就是說我常常被問說 什麼是Lending Health System 它可以做什麼用 就它的utility 就它的實用方面呢 我非常謝謝它 就美國人 我們真的還是很推薦它 我給大家 我們要申請計劃 說你能不能告訴我說 明天早上你就給我一張實在 就給我這個實在 跟大家分享 Lending Health System呢 它可以實用它們可以做風險的評估 可以做醫療的經濟化 這個比較簡單 就是說你要給多少劑量 癌症或者是 pain control repression 癌症 癌癌的問題 這個是比較容易了解 risk addiction 可以比較容易了解 肝癌我們可以從肝臟發育的狀況 來預測肝癌的狀況 或者是其他的 那Computer的line line 就是說像 surgical infection 或者是antibiology use 你可以一個醫院一個院所 它對這個醫療的practice 給一個實際上的一個指引 可是這個指引是根據過去很多知識 北基之後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剛剛也會變 所以它是可以是一個動態的改變 那非常有趣的 譬如說 clinical file 你要收集 vomition 你要recruitment study study resign 也可以用到 就是一個 final file 選樣的一個研究的一個認定 那我很願意跟大家分享 就是講我們持續在 跟國外在學習的當中 好 那怎麼把learning health system 跟這個prison medicine 結合在一起 那就是2015年的時候 元月份 歐巴馬總統 美國要去推動這個 一開始 大部分的人都會被 財務或科技面去吸引 那其實我覺得歐巴馬總統 所提出來的 是要改革這個health care 每一個方法去 最重要就是要做這個customization 就是要把這個客製化醫療 就是說每一個病人 每一個狀況 他都是要特別的一個處理 那這是一個新的一個醫療的一個系統 當然這個美國是要投入很多經費 那一開始是針對癌症 那將來對長期的其他的疾病 那again 他要generate knowledge 然後可以應用到很廣泛 a range of health and disease conditions 那今天就是 只是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說世界上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蜂巢之後 包括美國、英國、法國 還有中國對岸 他們做很多投入 那台灣我們因為經費有限 可是我們台灣是小而美 我們怎麼樣把precision medicine 跟learning health system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先看橫的這條軸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 這個learning health cycle 從找出data分析解讀 implementation 然後改變 然後持續 那我們整體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 我們的最後是希望改變或是改進病人照料的 patient quality of life patient quality of life and clinical outcome 就是整個醫療還有政策所希望達到的 同時在控制在一個可以使用的 這個醫療的經費下面 所以這邊 那precision medicine 就是我們透過客製化 針對基因設計 target screening 或是first life 的一個tripping 那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建構一個台灣 比較獨特的precision medicine plus的learning health system 那謝謝我的老闆 王所長 還有這邊老闆 吳彥氏 我們在他們兩個單位 合起來去申請起見政府 當時的一個計畫 那很高興跟各位分享 我們這個對政府所挑釁 會有一個長期的一個support 那當然就是有很多事情 我們會努力的去把它做好 那我們整個的設計是這樣 旗艦計畫最後就是希望能夠推動產業 這是政府的一個目標 那就是科技部跟衛福部一起執行的 那由衛福部也就是國務院主導 我們會建構一些重要的infrastructure 包括3 generation universe 這跟小奧科 關系很大 我高興這個商人士 明教授都都在 那我們也希望說 有一個很距離可以做到 譬如說 罕見疾病的整頓跟登錄 那另外一個是把這些疾病的資訊 把它登錄在 建構在電腦的一個系統上面 所以科技部參與的是 是深科斯跟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這兩個方面 那國務院要統合這個不同的resources 包括跟大學跟醫學中心 國內跟國外的一個 那最後當然是透過商業化 產業化的一個運作 產生創新跟產資 然後改進我們的經濟 就是整體的一個設計 那提過說 這個Crescent Medicine 跟Leming Health System 它其實國外要做的一個 中心的一個事情 就是把生物 就是基因體 還有臨床的資訊 變成Practical Use 這是我們中心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採用的技術呢 除了這個資訊 Leming Health System Norange Green 這個就是跟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另外我們跟芝加哥 North Shore 芝加哥大學 我們就有這個cancer的prevention 所以我們會計畫不談 cancer的drug requirement 我們就談prevention 那他們的一個technology 就是ICP的一個technology 就是inherited cancer panel 所以我們會預測 每一個人可能會得到 各種不同癌症的一個風險 所以他在預防上面做一個 量身客製化的一個 預防的措施 所以不只是治療是可以客製化 預防也可以客製化 還有screening的modality 跟frequency intensity 就可以調整 那我們跟這個日本POMO 也是我們長期的一個夥伴 就是TOKOKU Megaman 做一個population的一個study 那特別是富幼健康 還有three generation first color 那我們一個願景 就是我們在precision medicine 會變成亞洲地區的一個 一個outstanding research 那在learning health system 跟Michigan大學一起變成 是the world leader 那這句話不是我講 是Chuck Freeman 給我們這個鼓勵 他希望跟台灣合作 把learning health system 跟台灣跟醫療 能夠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參與的包括大學 還有很重要的是 中文營的BioBank 還有這個台灣的醫療院所 包括北歷青年跟財政工作 那以上報告給各位參考 那 again 就是我們希望 用learning health system的方法 結合政府的力量 然後一起來把這個事情做 好 謝謝各位